好,回到第四節的《碑里漫步》 今天這一節我會介紹一本書 但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覺得悶 所以 都可以值得看的 但你聽我說其實都可以的 我覺得 但自己看的吸收很多 近來 是沒什麼看書的 只不過太無聊 因為我訂了很多書 經常放在這裏 又翻幾頁 令我有興趣我再看 這本書有中年之路 我已經差不多過了中年 首先我想說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BBC 《人生七年》 《人生七年》是什麼呢? 其實是一個紀錄片 1964年開始 大家應該聽過 老蕭也好像說過 就拍不同階層 小孩子有寶寶 受教育 家裡的教育 有什麼經歷呢? 每過七年就會再追他們一次 十四歲 我們很短地說 得到結論 其實都怕媽媽是女人 但都有一些啟發的 就是第一 上層社會的小孩子 似乎是最安全的 我想我們都不用去做這個專訪 為什麼呢? 即是說他會受好的教育 他可能會犯錯 但即使犯錯 因為他有階層 他有家裡的能力 階層的意思 包括他的親朋戚友 都是那些高層的 即是高層 所以 除非是說殺人放火 斷正 否則 他很容易 即使很沒用 被家族認為 很簡單 其實我們現實生活也有的 好像 李嘉佩的老公那樣 你不要搞事 過月給你夠錢 其實他都可以 一輩子 安穩的 至於 下層社會 我們先不講中產那裡住 下層社會很明顯 他們要改變命運 就是難的 因為資源不夠 但是一個訪問 在這套紀錄片裡面 的確看到有些小孩子 總會有這些小孩子 他在逆境下 他仍然奮力向上去讀書 似乎真的能夠改變到 他們多少命運 他們的韌力也強的 但是更加多的 即使是 第一 他們根本都沒有受過 一些好救的機會 第二 受過好救的機會 他也不是個個 因為他們在那個階層裡面 他們的資源 資訊都比較少 懂得怎樣去奮鬥 所以 他們很容易走 都是貧窮 都是在下層社會上 一代一代 所以我們經常說 什麼課代貧窮 就是這樣 永遠都有個別例子 我們也希望 下基層的朋友 可以成為個別例子 但是 如果 在這個BBC 人生七年裡面 我想 他沒有說明 自己去看 去感受 我一看 我就覺得最危險的 就是中產階級 因為這個引證了我自己人生裡面 我自己看到 我不是中產階級 我都覺得自己是基層心態 就是 因為 經常的中產階級 是怎樣煉成的 一般來說 一般 一般來說 他就是 用 在過去 外國也好 香港也好 讀書 專業 OK 於是 他們很容易 也都把這一套東西 灌輸到下一代 所以他們很重視下一代的 就是教育 我們現實生活裡面都見到 那些總產家長 例如我自己住那裏 我那邊就怪獸家長 經常都見到家長 會無端端跟小孩講英文 很容易他們在那裏 對小孩教育是不重要的 但是 他往往希望小孩複製他的路 而這個世界實在變化太大 是不是這麼容易複製到呢 那結果呢 根據人生七年 那個BBC紀錄片 發覺在幾十年之後 跨越半世紀 這一班中產 由一九六四年開始拍 向上 吸行的是極難 但是向下跌是極容易 為什麼向下跌呢 因為 下一代未必能夠複製到他們 只要讀完那個大學 就已經有一定的保障 因為現在 首先大家明白 在現實已經不是 就算你 我不是普通大學 我不是普通 我是哈佛牛津劍橋 都是沒有保障 我是最高級的大學 都不代表一定的保障 這一個呢 就是現在的社會的變化 而因為這些小孩子 在他 用人生七年 那個紀錄表來說 在他 在小時候 他接收的 就是 家長給他 教育 很單一地 其實上世界不是的 甚至乎 不是說我在教育以外 我認識了 稅務 政治 倫理 就等於會成功 往往成功呢 其實就反而是 你那個 抗疫能力 而最嚴重的是 上層社會 他不需要考慮抗疫 因為 他實在的基礎很好 基層的小朋友 反正 因為他不斷都逆 不斷都逆的 他的成長 所以 在面對低潮的時候 他未必發達 他未必向上流到 但是他能夠 他能夠生存 但是 這些中產的小朋友 是很保護的 很好保護的 他也做了他的父母給他 做不到的 你不要說 放棄自己的 你不要說的 而得不到 他被期望應該有的事情 這個是他面臨的事情 竟然是沒有人能夠解決的 所以呢 就是 我很覺得大家 真的要去看一下 這個 BBC的YouTube有看 為什麼我會說到 突然間我會講起這個 就是我看過這本書 這本書 剛才我講過 這個《中年之路》 是中文的 本身就是台灣翻譯書來的 就是一個叫 James Hollis James Hollis 詹姆士賀利斯 去寫的 這個《中年之路》 其實 整本書 由於 剛才我已經講完的 如果用我啤梨去概括 就是 做父母 廣東話來說 是要考牌的 用他的語言來講 就是 你要教育孩子 就麻煩你教育自己 先 其實 我真心覺得 對小孩子的影響最大的 可以方方面面 社會 譬如現在社會氛圍這麼好 那麼差 小孩子就這樣 香港 學校的同學等等 都是 但是都是父母最重要 我 你問我 我覺得 我一生 我十二三歲 已經是很 很誤逆 真是 都不會聽 反叛到不得了 但是 去到我四五十歲 我爸爸已經走了十年 我媽媽也走了一年多 我看著自己的樣子 有時拍照 平時我看著 我才不覺得 我越來越像我爸爸 然後想想我的言行 其實不經意地 都是受到我家人的影響很大的 那這個未必是好的影響 可能是壞的影響 例如我很暴躁 我很發脾氣 我家人對我 中 我一個兒子 怎麼發脾氣 那在外面又發脾氣 那這些 當然對我 整個條路 就會有很多trick 但是 很難沒有影響 你是不能夠 厚不對心 講一套做一套 絕對不能夠 因為 譬如我用香港來這樣說 你這樣 你這樣 你希望教我生存 但是你出去 你是用另外一個動員 因為現在是這樣的氛圍 你都會害怕 所以 你以為小孩子不知道嗎 他 他 大哥 他寶寶仔跟著你大 十歲 他可能二十歲 或者十七八歲 才離開你 叫做開始出去 闖蕩 他是知道的 你說的話 原來言行不一的 他就學你言行不一 這就是為什麼我日式很嚴謹呢 見到有些網友 有小朋友 而他有能力的話 我會覺得 你是不是安排 你小朋友 如果你說香港賺錢 沒有辦法 他去外國讀書 至少他不用看著 他父母 原來 是 言行不一的 他一定會學的 他一定會學的 你說言行不一 他日後 長大 他人都不斷叫這樣 他長大 等他自己的 那些叫做生存技巧 就是他自己的事 他現在的年紀 這麼多的時候 他會很confused 很迷惘 究竟他怎麼做人呢 對吧 就是跟我們標榜那種 價值觀不同 所以我覺得 大家如果有時間 會看書的朋友 可以看一下的 這個中年之路 其實中年有很多事情 就是我覺得 如果現在你給我 譬如我現在老婆跟我說 他生存了 我會有信心很多 所以除了體力上 他會教我 第二個小孩 因為我 再成熟了 嗯 所以 要生養小孩 都真的要考牌 要先介入自己 就是說 如果你說我不喜歡看書 就看一下中年之路 就是人生七年 BBC YouTube 有的 其實 怪獸家長 真的很嚴重 太多了 但是真的這麼多 是令到你的小朋友 真的很嚴重 你問我 你可說不要聽 你就是這次我在英國 跟一些網友聊天 他們隨便跟我聽聽節目 都好像有一個共同的 但其實不經意地 他們自己都可能做到那些行為 一樣去撲名校 很質疑為何沒有功課 又或者 又或者 即使小朋友 拿到98分 他們都會採用那種 真是未必是大鬧的 你為什麼不拿到98分 你為什麼要小心一點 他認為這樣叫 即是 胖下出孝子 什麼名師 出高徒 很嚴厲 他覺得很多不喜歡外國那些給分 為什麼這樣 你都不是給他零分 是啊 是啊 你根本不知道別人那一套是怎樣 又甚至乎 他會覺得 為什麼 為什麼 那個明明比我兒子 那個男子 那個同學 為什麼那個A grade 我兒子都是B 或者A plus 你這樣很難痛苦 其實 對吧 但是很難的 這件事 香港 就算我們的網友 都很難做得到 好啦 咦 我看著鏡鏡 我剛才想看看 他嘉賓到了沒有 我又看看 我又看看 然後又看看 有沒有message 說他會不來 放飛機 有沒有message 沒有message 但是嘉賓還未到 我似乎 我不知道 因為嘉賓到了 我實在知道 Anyway Anyway OK 我們先賣一下廣告 好 各位網友 今天是星期四 明天就是星期五 明天是否明天凌晨開球 三點 三點鐘 德國對蘇格蘭 理論上 如果蘇格蘭 蘇格蘭都贏不了 你真是死了 又主辦國有勢 但是蘇格蘭 大家搞清楚 我很熟悉這對球 這班人從來都不太好球 沒有什麼好球 亨特利 你整天還是說 亨特利 二十幾年前 正啊 但是 這班人呢 即是蘇格蘭 就是跟你打到盡那一隻 對他們來說 在這個揭幕戰 他們看世界會決賽這樣打 而你德國 大家搞清楚 德國這一對 再不是以前我們認識的 那一對是二萬德國 有很多不同的人 沉了幾年 我覺得他前鋒似乎沒有什麼力 我覺得他可能會打起 湯馬斯 不是湯馬斯梅娜 還會入選 不知道 我覺得可勝不穩 不是說你 那些什麼養生頭屌 你嚇鬼嗎 大老 可能就以前 他比德國 你自己退大賽 入不了他四強都被人屌 就近這幾年 減壓壓 反而可能會發揮 因為減壓壓 為什麼呢 上屆 分組賽不入 前屆 分組賽不入 這樣都入到決賽走 真的是世界盃 叫做減壓壓 如果以前 不是啊 入到四強都叫基本 八強都被人屌 八強都被人屌 八強出局就被人屌 剛剛不認得 八強出局就輸給克羅地亞 就要辭職 德國有幾個八強出局 八強出局 以前真的 四強都被人屌 基本的 你想想後來 甚至乎領異 一年都 領異打得這麼差 都可以入到決賽 兩界都貴軍 零六年打得這麼差 都叫做入到四強 一零年打得這麼差 都又是四強 是吧 一四年又奪貫 不要說 是吧 所以呢 現在兩界減壓壓 真是 但我都以德國 真的很嚴重 好了 我們先看 先賣廣告 第一個就是海膽 繼續訂 一個禮拜 父親節 不要這麼壞 雖然我們知道 含家產老爸多 但不要只吃媽媽 父親節找個藉口 一家人回去陪爸爸媽媽 阿公阿婆阿爺阿媽吃飯 如果喜歡吃的 物訂合四百九十九元的直版海膽 去share 要是多人才正 要是一兩塊 你成碟呢 真是很膩 除了我兒子 我都沒看到人可以拿著碟 海膽這樣吃法 好 再去 那四九九 這個禮拜 我覺得燕窩 就是賣268 買個六勾就238 今天上宴上來和我share 為什麼呢 因為客人在那裡走走走走 他說你買燕窩 因為他上次吃過 成千元 常見是吃開這些東西 都吃不到 我免得有些客人買不到六勾 比如家裡三個人 我都給大家一個offer 你又是士忍彈 你又是金水 父親節又是水 全部均一價238 你買一勾都是238 我放不多 應該只剩三幾十瓶 那你可以訂 或者星期六早些上來買 其實去到這時日 始終都是 你相信我 我給你就可以了 這東西完全 真的 我認為是超級 好 再去 好了 這些叫我簡單的 我都不介紹 我這198元 我就介紹這個99元換購 那經濟不好呢 我這些長期貨 說我交給人 都不知道交多少 兩隻鵝掌 波蘭鵝掌 兩個冬菇 兩個鮑魚 南非包 罐頭包 我說明 但是做得好吃的 自己煮都不行 99元 回去加熱 就可以吃了 OK 我們做 譬如家裏三個人 四個人 四個人就買兩盒 買兩盒 你咖啡菜 就很好送 又可以送飯 又可以炆其他東西 上來買就可以了 好 再去 當然 我們當然要買下我們的 仍然沒有加價 仍然是繼續買特價 特價的舊價 1998 我們的九大鬼 我們用什麼呢 未吃過的 儘管試一下 吃過的 我仍然有買的東西 我們從來都有貨 因為我們 無端端 三幾天都會買兩個 總是有人吃的 我們用什麼 日本苗芯 我們用什麼 我說定的 大連 不過都是吉品 大連的吉品乾包 花膠 鵝掌刺 浩士 即是 你吃一下味道就知道 不是一般 你們認為那些盆菜 所以我要給它名字 九大鬼 大家去試一下 1998 六人份 好 再去 好了 上件上來 remind我 記得介紹一下 福寧黃禎 人民幣1980 一對一 一算 現在上面很多都收一算 當然 方便 收港幣 收美金 1980 其實它一盒 就是28包 上件跟大家說 不要想著吃完一盒 你就會好像它這麼漂亮 吃完一盒之後 其實上件繼續吃 不過就已經變成 簡約這樣吃了 就一天吃一包 OK 變了省皮 我覺得 甚至乎可能幾天吃一包 你自己去計算 其實幾百元一個月 你去濕 用時間看 我經常說 我很遺憾 如果大家見過上件 我認識的上件 和現在的上件 其實它是變化很大 白正很多 今天上件上來 又是很隆重 哇 然後戴帽子 那些是 我去看 我英式那些 熟女那些 什麼婦女那天 對 或者什麼打比 英國 嚴森打比 那些 有沙 哇 接著那些客人上去 我說 上件在這裡 是嗎 這麼漂亮 上件當然是漂亮 根本 上件是 直接是屬於很漂亮的 很漂亮 即是那個 怎麼說呢 即是它不上鏡 還要很肥矮 其實不是的 上件很高瘦 很清瘦 OK 如果你問我 上件最漂亮的是什麼 去爬牙 那就去介紹一些牙醫 那這個腹靈黃晶 就是去濕排毒 有很多網友 即是現在合國得胃 不是太好 就停說 但其實我很多網友 繼續吃 然後效果就慢慢到了 哇 那些皮膚白了 那個人黏了 真的會瘦了 OK 1980 腹靈黃晶 好再去 好了 天仙壽 我真的不明白 為什麼會有這麼快的feedback 其實除了天仙壽之外 那些什麼 陣痛靈 痛症 有什麼鼻 噴鼻 全部的feedback 都是好 但是天仙壽 就真的是誇張 我上次說過客人 感覺到 另外一個女人 用了幾天 她上來見到我 快點用 她說真的覺得很有料 你受了嗎 她說不是 但我真的很好 她不懂什麼 嘉賓到了 嘉賓到了 她先坐下請Joyce OK 好了 她就不吃特別的 那些什麼 但是呢 我們當然跟嘉賓 打招呼先 OK 好了 好 好了 講了國語 大家聽到 大家總之知道 如果天仙壽 記住 我提到一件事 拜拜肉 臉可以直噴 套腩 如果你用棉花 不要多過半小時 嗯 她們說磨 很好磨 我不明白為什麼會噴我肚子 會很磨 OK 但是這個是 可能是吸收了我的肚子 那你就會把那些 真是髒的東西磨出來 OK 好 下一張 好了 這一個呢 其實我買了很久了 Globlast的 香港大學 那班這樣的引導 博士研究出來的 其中一個是薯片 Organic Ranking 那這個就是睡眠寶 我一直賣了 其實我沒怎麼說 今天 有個客人上來 找一隻睡眠的東西 我說哪一隻 我是這麼說 是不是哪一隻 接著呢 講來講去 我都講不到 因為其實我不是賣很多 嗯 我叫他 你叫你老婆拍張上來 那你老婆拍張 原來這隻 原來呢 她老婆有個朋友 是我們不忘了 OK 她呢 原來呢 幾十年 吃安眠藥都不行 她說吃了這些東西 很舒服 很容易睡 於是 於是 就介紹給 今天上來的男人的老婆 她又OK 然後我就說 喂 原來我簡直說 你整天都是買的 她上次哪個哪個 我們吃的哪個 原來呢 很多網友說 用這隻 吃得很好 嗯 三百八十元 買二送一 如果你買兩瓶 重一瓶 就是三瓶 就是 七百多元 三瓶 就是二百多元 我覺得如果你有睡眠困難的朋友 可以試一下這一隻 OK 現在的嘉賓 你絕對不知換衣服 換衣服是嗎 它很香 剛才的眼線很短 那條距離複製 不是複製 不是複製嗎 是呀 不是 剛才我發課 這樣說 我買個網紅的東西 它身形很漂亮 身形的不是身材 很漂亮 那樣的複製 白到不得了 還要換衣服 OK 或者換長一點 OK 我們繼續去 我沒有想買 沒有呢 我們休息一會 我們把這個陣 等他換衣服 OK 記住各位 上到來 找啤梨哥 Stronger BB 強力BB 那我們 就會打散眼色 總之 你知道老司機 就吃一粒一次 如果 未吃過的 年輕人 半粒都夠了 咬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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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咬牙 找水一沖 OK 外面賣三百五元 一百五十元 OK 我們休息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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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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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一會